纠纯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整形医师李静良和红姓女子的医疗纠纷 在昨天是再次开庭 不过双方的说法始终差很大 就连到底有没有签下了手术同意书 双方呢始终说法也不一 不过红姓女子呢她不但当庭啊 在J加控告李静良另外三项罪名 而且一出法庭她又差点贪婪倒地 再次从法庭出来 红小姐用哭喊的声音强调自己绝对没有签过手术同意书 我没签我可以兑电法子我没签 好没关系我们走 你先等一下 你先不要再谈哦 可以吗可以吗 不要太 拜托不要再哭 就怕昏倒事件再次重演律师一边拉人一边送水安抚情绪 不过另一方面李静良和他的律师也坚持自己的说法 诊所的这个护士呢也可以证明说 当时红小姐是有签的 那只是说后来我们找不到那个手术同意书 这一回开庭是红女针对医疗疏失控告李静良业务过失伤害 不过一开庭红杏女子又再加告李静良三项罪名 包括伤害业务登载不实以及强制罪 但是李静良强调手术很成功 细胶有没有移除其实不重要 重点是他的乳房现在是非常漂亮 那如果他愿意要放灰细胶我们诊所也跟他说过 我们一定会负责 当初红杏女子拿出照片指控李静良未经同意乱开刀 擅自取出胸部里的细胶 造成胸部不平均 两边的说法真的差很大 看来法院还得仔细调查 中天新闻台北综合报道